第六题 有关于热量在两者之间传递的方向叙述下列何者最适当 这是一个很简单但是很重要也经常考的观念 热量传播的方向不是从密度大到密度小 不是从热量多到热量少 不是从比热大到比热小 当然也跟颜色没有什么关系 热量传播的方向是从温度高传到温度低 两个温度不一样的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 高温的会放热低温的会吸热 所以高温的温度下降低温的温度上升 然后最后达到热平衡也就是温度相等为止 所以我们第六题的答案应该要选的是C 有温度较高的物质传向温度较低的物质